然後我就 我一開始以為 我就是膝蓋也單純擦傷 然後我也沒有多想 但是後來我就發現 我一站起來的時候 地板上會低 哈囉大家就是如標題所見 我一直覺得我人生就像 別人的人生 我是這樣筆直的到我 然後我的人生就像這樣 噁噁 米銷飛車 各種 你想像任何奇怪的事情 可能都在我身上發生過 反正就是不管怎樣 一切悲劇的開始就在 70年假期的體育課 剛好是上雷球 然後我就被分配到外移的地方 而且也沒有什麼球 會往我這邊飛 但是就是剛好 在那邊納然的時候 一顆球就往我這個方向 就莫名激起我的好勝 我就想說 我一定要接到那一顆球 然後就看著那一顆球在天上飛 然後就這樣子看著 太陽一直狂奔 然後結果 背那個操場 旁邊他會有放那個海面跳 然後我就 我一開始以為 我就是膝蓋單純擦傷 然後我也沒有多想 但是後來我就發現 我一站起來的時候 地板它是低血 所以我也不會覺得 通常就慢慢的就是走到 旁邊有那個廁所的鏡子 然後去照片啊 我的臉上就是整個都是山 就是這個額頭啊 然後就鼻子邊就有一道划痕 然後人狀還裂開 接著就是上到急診 因為我的人狀就裂開 然後就要縫合 一整個超痛的是那時候 醫生就要打那個橘木麻醉 然後 他說 那小姐 可能會有一點痛啊 我就想說 痛也不會多痛 結果打下去 我直接兩行都已經飆出了 我以為 我的地獄就結束 殊不值得手術完 那一天開始 才地獄的開始 我的身中有傷口 然後我這邊就不能太大幅度的 然後我也不能就是 雞掛掛在講話 那整個禮拜 我都只能吃一些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吃過 用果汁雞打成的西飯 那口感超級惡心 我那一個禮拜 因為只能吃流汁的東西 然後我每天都呈現一個 非常飢餓的狀況 然後我就會 就是搜尋那種大胃膜 或是我那時候很喜歡看 那三元的兩千元吃 夜市計畫 不然就是看著一邊吃 每次然後就覺得 自己好像有吃到的感覺 而且我那時候受傷 是整個臉就是這樣 我那個地上 每天起床 我都超級不想照鏡子 因為我那時候長這樣 就是在這邊放一下 當時的那個圖 就超像那種整形完 但是整失敗 然後臉整個超腫 就腫得跟乳頭 然後其實那一個禮拜 因為上口不能碰到水 然後不能洗頭 所以我的頭髮還是油 到也可以簡單 就是臉也是不能洗 就只能用那種 柿子筋這樣大概擦 然後又看到自己的臉 就是很多傷口 就很怕 之後可能會留吧 那一個禮拜就是 超級抑鬱 但是我透過那一次的經驗 才意識到就是說 因為平常我也是那種 很容易冒焦慮的人 但是自從那一次受傷之後 我才意識到 如果當你連原本 你在當時看很不滿意的外表 都沒有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其實我原本的樣子就是最好的 所以也就是想要告訴 正在看影片的大家 希望大家能 少一點容貌焦慮 多多喜歡自己原本的樣子 換著心靈祭壇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別忘記分享給你所有的朋友 然後如果想要看我的更多 就是搞笑的日常的話 也歡迎你就是去我的IG看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